扑通 当方斩一发靠近镜潭时 小指开始躁动起来 这还是他第一次感应到小塔这般 不过小塔并未有任何举动 明显宝物并不在表中 还需为他在靠近 他踩了踩地面 发现地面坚硬如铁 果然连地通都无法施展 就算是哪一星剑乱砍 只怕也是破不开 也就是说 从地面当中潜入 是绝无可能 如此的话 他望向金字纸之间 宁容察觉到方福异样 问 道友想上去看看 方连寒笑语总得上去 画镜都要循速 宁眉不可置否的点头 确实 不过披公宿有 别离整坛大镜 更不能待大久 那里的燃气 就算是我们也受不住 很容易就走火入虚下 多谢道友提醒 方斩寒笑点头 于是 他们登上金字塔 来到血池澳前 血池之中粘稠的黑红液体 清晰可见 还有的是未能转化的尸体 像这种血茶 不仅是从肉体抽取能量 更是直接接魂 可谓是十分照辣 就连他体内轮国世界树 都在不断发生活动 礼珀的混灭 让代表轮国大通的他 感到惊动 而在一条条场馆中 不断有生灵 被送入血池之中 甚至还有一些还有一口气 在落入血池的刹那 他们能够清晰地看到 对方眼里的绝望 望着这一幕 站在血池旁的宁容皮成羽 哪怕一族联盟 并不看好此次血迹行动 却还是愿意拿出这般多的生灵 真是战乱起 人命越发不值钱 方斩不可知否地点头 确实 战乱命前 人命如野狼 所以 只有不断变得强大 才能够在这乱世当中存活 有一席之地 宁锁目光坚定 他无论如何 也不能沦为这血池当中的一份子 他们在血池旁绕了一圈 确定没有任何问题后 这才下了祭坛 在外围继续巡逻 当然 这里的一些杂事 也都需要他们去做 这一忙碌便是两天 然后才有一天 回阵营的休息时间 当他们回到阵营时 却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回得来 甚至有一些周元田的队伍 一个都未能回来 而对于这一切 大家并不意外 方尘三人算是较为晚回来的 二回来后 宁宣拱手道 我得回去将体内燃气逼出 两位道友 明玉剑 明玉剑 方拱手回礼 二人告别 方尘和孟瑶 也来到自己所属的简易屋中 但在入屋时 他望向某个方向 心中冷笑踏入屋内 屋内仅有一桌两椅 两仆团 连一张床都没有 格外随意 方尘青天玄通扫射一圈 确定没有问题后 便在屋内布置好了长阵法 布好阵法之后 孟瑶问 看得如何 什么时候下手 方尘如实回答 那祭坛布置得实在了得 不管是从地下 或者是从祭坛其他位置 皆是被其锁得明明白白 但凡我们有一点动静 都会立刻被对方察觉 那就是说 没有办法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们等人足物 神经大能来再行动吧 毕竟这祭坛短时间内 也不会开启 相信此刻王贤山他们也回去了 人足物神大能 很快就会赶来 孟瑶问 不 方尘却是摇头 尽管他想等 但小塔不肯 而且 物神经一来 就不再是自己所能掌控的 他必须要在对方来之前 找到小塔所所需之物 其实还有另外一条路 他道 哦 哪条路 孟瑶问 祭品 他道 营中 风仪锁在大殿 待从外面进入 对着正在打坐的风仪 恭敬一拜 拜见长老 风仪缓缓睁眼 问 那三人没问题吧 带点头道 并无任何问题 身份背景也都十分干净 能拿到44号祭坛 也纯粹是巧合 更无任何一场 风仪微微点头 道 那就好 不过这几日还得好好观察 明白吗 尽管44号的防御他很放心 但还是不愿有哪怕一丝的失误 想到这 他眼中又有怨气 若非异族联盟不信任于他 就连万古族也不愿意在他这下心思 否则 他又岂会用这些本该是茶品的货色 是 戴阴阴末 风仪继续久 再过不久我便能够斩龙脉 现在是最为关键的时候 绝对不能有任何差池 就算是雾神进来了 也要挡住 是 戴重重点头 弟子就算是死 也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破坏此次斩龙脉 道石人族龙脉一段 我看那些雾神镜 还敢再朝雾长老 弟子在这里 行功赫长老 似乎是想到斩龙脉后 那些人的震惊模样 风仪久违地露出一抹笑容 并道 若斩龙涌 我必定能够以此踏入雾神 到那时 我会将你收为清传弟子 不会亏待你的 待大喜 连忙跳倒在地 弟子在这里 先恭贺师尊 踏入雾神 成为大陆最强者 到那时 我必定要让他好看 风以大笑 面露疯狂 他却是不知 此刻确实有雾神田大能盯上这里 一道身影 迅速向着干山而来 恐怖气势丝毫没有掩斥 正是一路未听而来的蛇灵老祖 他的举动 自然是引起一族联盟的注意 立刻就有数位灵海田巨峰 大能挡在他的必经之路上 见蛇灵老祖靠近 立刻拱手道 蛇灵工会 还请稍等 蛇灵老祖冷哼一声 刹那间天地色变 一条大蛇从虚空而来 向着几人跟去 望着几乎将整个天地笼罩的巨蛇 几人皆是给色大变 哪里还敢拦 向着左右通逃而去 这才惊险地躲过 都给老子滚 我只杀一人 和你们无关 若敢再拦 杀无赦 他的声音传来 人已远去 一族联盟强者面面相去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是谁竟然惹了眼前这位 不管是谁他都倒霉了 看他前去方向 应该是青岗千山 难道是封以那个疯子 不管如何 先将这个消息是 告老祖等人 一尊物神经大能提了进来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甚至会打乱我等计划 是 立刻有人拿出福禄 使用千里传音 而他们却是不敢继续追了 毕竟对方的话 还因犹在尔 不仅是这边 人族一方 同样有大能赶来 上力等七人 顿速全开 向着青离甘山方向而来 早在前几日 他们就已经收到确切消息 方臣就在青岸千山 好在当时 他们还在人族阵营搜寻 得知消息 可请是大喜不意 立刻向着这边来 尽管要入敌军阵营 但七人 皆是林海静后期修为 这点问题并不大 剑即将穿过森林 汤居起对蚂蚁道 我们快要进入 异族联盟天阵中 该动用了 这口中天阵 正是顾红之前所说 能够感知到林海静的阵法 此阵也确实是让人族阵营头疼 诸多行动也为之失败 但对于上力他们而言 却并非没有抵挡的手段 明白 蚂蚁处雾借光芒闪动 一块闪烁着淡淡白色光点的云烟布 出现在他手中 他将布丢向高空 顿时云烟布不断变化 将所有人都笼罩其中 做完这一切 他们也冲入天阵之中 果不其然 他们并未被天阵感知到 安然潜入 蚂蚁等人大喜 上力则是面露争鸣 方尘 你给我等着 方尘并不知两股势力为他而来 此刻他照旧巡逻 就像真的只是小族当中的一位蝼蚁般 至于破坏祭坛 他们始终没有找到绝佳机会 不过在每次巡逻血池旁时 方尘都会利用青天玄虹观察池下 这几日倒是颇有收获 此刻屋内 他盘坐在蒲团上闭幕 但在他脑海当中 却呈现出一道画面出来 此画面中 四周皆为粘稠血液 还有着诸多带有怨气的恶灵 厉鬼 皆是被血迹之 但并未彻底血迹 当斩龙脉那一刻 他们就会彻底地沦为茶品 他不断深入 但在穿过血池之后 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片模糊 这让他眉头微皱 每到那里都会是如此 那里好像有着什么逆天的东西存在 就连他的青天玄虹都无法看看 唉 他无奈一叹 不过也并不着急 如果再刚给他几天时间 相信以青天玄虹之墙 必定能够看清 只要能够看清 便能够入血池 通过血池的入口 寻到那小塔所需之宝 想到这 他微微睁开眼睛 当看到眼前一幕时 却是一愣 只见孟瑶展露真容 离自己也仅有一指之据 正露出一抹娘笑望着他 而他居然一点感知都没有 你干什么 他眉头一皱 冷冷到 这里危机重重 你展露真身 很容易会被发现的 孟瑶笑容依旧 只是离方尘远了几分 他道 那人的容貌不漂亮 我就恢复一下而已嘛 而且要开始继续巡逻了 我就想看看 靠得多近的时候 你才能醒来 毕竟在这里实在是无聊 而且 你是一点警惕都没有 这可是很危险的 方尘淡淡说道 若是我被人迫害 只能说 你这个孟家老祖 也不过如此 孟瑶笑道 看来你还是很信任我的嘛 难道就不怕我杀你 方尘无所谓地说道 杀吧 反正我本来就不是你的对手 孟瑶笑容更盛 也更加妩媚 我可舍不得呢 好了 不说这些了 你找到入口了没 方尘摇头 还没有 不过快了 那最好快点 为什么 孟瑶微微摇头 我总有一种感觉 这里已经被物神大能给盯上了 方尘一正 人族物神大能来了 孟瑶耸肩摇头 谁知道呢 或许是异族大能也说不定 文言方尘沉默 不可知否点头 确实 看来我们得加快速度了 好了 想太多也无用 该走了 二人起身 孟瑶便回阿洛道里的容貌 随后一同离开房屋 当走到外面时 宁轩已经在银口等候 见二人出来含笑说道 两位这般晚 该不会昨晚修炼一夜了吧 方尘正准备回答 孟瑶便已是满脸 修红并挽住方尘的手 如此一幕 连说都不用了 宁轩哈哈大笑 两位可真是刻苦呢 怪不得能入问道境 方尘尴尬一笑 道 侥幸罢了 随即三人一同向着祭坛而去 唉 路上宁荣轻叹一声 颇为无奈地说道 也不知这日子要多久 蹲上这位也算是我们道毒 方尘好奇问 道友很熟悉这位 宁荣左右一看 确定没有人后才公道 道友不知道吧 这位封义长老是出了名的疯子 他在万古族本就不受待见 而且还喜欢血迹一道 尽管这种事情在鼎域很是常见 但谁又希望和一只血的人在一起 毕竟指不定哪天对方就惦记上你 想让你当血茶品了 他又小心翼翼地说道 和两位这般久了 我就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吧 这位曾经有一位物神镜的道吕 那道吕对其可谓是死心塌地 更是不断帮他冲击物神 但有一天他却是布下杀神血迹大阵 竟然要血迹道吕 助自己成就物神 好在他的道吕神通了得 最终艰难破阵 这才逃过一劫 但古怪的是 那位物神并未杀他 只是与他断绝一切关系 神奇得很 这也是为何一族联盟并不看好他的计划 却还是帮他的原因 方臣和孟瑶文言面面相去 这种歧视居然还有 林海谢迹物神 物神竟然还不杀林海 要知道 能够成就物神镜的 哪个不是心狠手辣 如此恋爱脑 还真是少见至极 见方臣二人震惊 宁轩一脸得意道 很震惊吧 当时我也不信 但这可是听一位万古族好友说的 他在族内身份颇高 绝无半点虚假 方臣不可置否地点头 如此逆天的事 不像是假 就在他们聊天时 却不知磨难已经来临 镇守在营中的风椅 突然睁开眼睛 眼中闪过一抹紧张和恐惧 物神镜 他感应到 外围有一尊物神镜大能 正在迅速靠近 即将入山 而且 这道气息十分陌生 他从未见过 看其气势 只怕是来者不善 难道是人族物神镜大能 来阻止我了 他脸色一变再变 腾空而起 向着营外飞去 不管是谁 他都绝对不能让对方 破坏自己的大业